这道成大师他是当时的国师 皇帝的国师 地位很高 那么这当中有一个老太婆 她有一天来求见这个道成大师 她说她讲得很伤心 她说师父 我的儿子不小心患了重罪 马上要被杀脱 我儿子现在已经自成的畅文 他也是到错 你可不可以救我儿子 我这个寡妇就这么一个儿子 道成大师可能跟他也有缘 就动了一面子吃背心 说好 我尽量想办法 但是我能力真的不够 你以后你要求观世音菩萨 你回去以后 你好好的练观世音菩萨 他应该可以救你 那么这个老菩萨会去做练观世音菩萨 天天自成练观世音菩萨 后来这个道成大师 过了几天以后 他就入地 入神魅 在神魅当中 在西空当中 他就以他的神魅力 要献出那个邪恶的凶相出来 皇上都有很多的占卜师 一看到 哎哟 天上有凶相啊 恐怕有灾难出现 皇上就很紧张啊 就请教国师他该怎么办 他说你不要紧张 我看这个凶相 要大色 大色犯人就有救 这哪些人要大色呢 我们把那些初犯的 初次犯罪的 有惭愧心的人 把他放回去 你就可以走过这个凶相 果然房上就大色了 大色以后 他要入地把那个凶相给收回来 收回来 这个老太婆 这个很感激 他的儿子回来了 这是奇迹啊 就跟他师父定了 他说 哎 这个我没有关系 你跟关世音菩萨的功德 对不对 所以一个大三世事 他绝对不能够泄露 他的本地风光 他一定把这种功德 归佛 归法 归身 把他引导到三规矩 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精神 不能够谢佛秘义 清言未选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